本身的肥肥是比較溫和一點 還有它新冠病毒本身是在一些比較溫暖的天氣底下 其實就沒那麼活躍了 所以真的有機會它們去到3、4月的時候 疫情會緩和 還有可能真的會很少再有新的確診的個案 如果我們那個疫苗接種是達標的話 其實就有條件逐步跟外國和內地通關和開放 其實Omicron只不過是COVID 即是新冠病毒的其中一個變種的病毒 它的特性在於這個變種病毒 其實它的傳染性是很高 Omicron是1比10 即是一個可以傳給10個 同時間傳給10個的人士 另外它的特性就是它主要集中在上呼吸道的感染 比較少是下呼吸道導致到肺炎 但是不代表它是完全不會有肺炎的併發症 或者是死亡的個案 其實是有的 是有長期病患 長者 又或者是一些本身病系統受到抑壓的人士 那它們呢 或者沒有打疫苗的人士 它們就會是一個高危的群組 是會容易一些會有所謂的肺炎 所以其實就依然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對付這個的變種病毒 我相信第五波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在這個過年即是農曆前年前應該可以控制得到的 因為以這個Omicron的威力 其實如果你說控制不到 其實已經可能超過一百宗或幾百宗的個案了 如果當你去到這樣的地步就知道是控制不到的 如果你看到現在還是其實所謂的那幾十宗 其實沒有源頭的個案是只有一宗的 沒有一個是沒有源頭的個案的話 其實我相信很快就會控制得到的 現在這個爆發的速率呢 是有機會真的去到可能4月底或者之前呢 那個疫情已經會受控的 就是它們會那個確診的人數會下降得很快 還有它們可能很快就可以去到那個所謂的 就是群體免疫的那個地步 再加上本身的群是比較溫和一些呢 還有它新冠病毒本身呢 是在一些比較溫暖的天氣的底下呢 其實就沒有那麼活躍的 真的有機會呢 他們去到就是3、4月的時候呢 就會那個疫情是會緩和的 還有可能真的會很少再有新的確診的個案 那到其實可能真的會有機會呢 就是就是世衛會真是 可能那個大流行會完結的 就是會比我想像中早完結的 那到時就真的會需要是開放回去的 那如果我們的那個疫苗接種是達標的話呢 其實就有條件是逐步呢 是跟外國是和內地是通關和開放的 去到那個地步我們真的有條件開放的話呢 就要就會是採取一個就是不同的策略了 就是真的與病毒完全 那但是到時開放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很安全的了 因為相對是少確診的病人 以及相對少重症和死亡的個案 那到時可能就真的不去到一個地步 就好像流感一樣 我們不會再在機場或者那些地方是檢測的了 就真的那個病人進到醫院 就是他很重症有 平發症有肺炎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的檢測 那如果真的有新冠的感染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對症下藥 就是可能用一些 處方一些新的病毒的藥物 也都是可以減低那個平發症 和重症和死亡 那我們會採取一個這樣的策略 這麼有種原因 快來訂閱通事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讚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